乡下傻妈妈不远万里第一次进城来为朝思暮想的女儿过生日 按照女儿给的地址她来到一处豪华别墅 看着眼前宏伟的别墅感叹三年不见女儿的房子竟然长大了这么多 然而她却不知 女儿因为嫌弃她傻竟然给她的是一个假地址 一无所知的傻妈妈兴高采烈地刚要进门时 豪宅主人牵着几条恶犬刚好从里面出来 傻妈妈被吓得急忙躲在一边 可此时的傻妈妈依然没有意识到来拓了地方 富豪看着眼前土力土气 手里大包小包的女人以为是家里新来的保姆 于是便让屋内的管家重新打开了门 傻妈妈殊不知当她踏进豪宅的这一刻 她的命运也从此开始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善 刚进入豪宅内部傻妈妈就被眼前富丽堂皇的装饰震惊不已 感叹不仅房子长大了就连屋内也变了样子 随后傻妈妈更是直接把管家当作成了租女儿房间的房客 管家感到莫名其妙刚想询问她女儿是谁 却被傻妈妈打断了 并让管家赶紧把她带来的气球全部吹起来 表示生日派对怎么能少得了气球来活跃气氛 管家当即以为是主人的生日 并没有多想就开始吹起了气球 没过多久管家就尽心尽力吹了满满一屋 这时富豪六丸狗也从外面回来了 看着眼前满屋的气球富豪不明白是个什么情况 听到这里富豪开心地笑 但随后就立马变了脸色 恨不得一拐杖同死管家 在他身边待了二十多年 竟然连他的生日都不知道 就在富豪为这个没心没肺的管家感到心痛之时 一股诱人的菜香味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转头间竟看到了一桌子摆放精致美味的小吃 直接被吸引了过去 迫不及待地上手拿起一个就塞进到了嘴里 虽然这是非常廉价的狮子 但进入到富豪的嘴中后 直接让他吃出了上意的感觉 忽然又一股无比怀念的味道扑鼻而来 原来是他最喜欢的海螺肉海带汤 他简直难以置信 这世上竟然还有人能做出这么美味的海带汤 无法控制的他拿起勺子就要先来满足自己的胃 却被傻妈妈直接盖上盖子阻止了富豪的动作 这可是傻妈妈精心为宝贝女儿生日准备的独一份 女儿还没吃 傻妈妈怎么可能先让其他人享用 这就让富豪疑惑不解 自己花钱请来的保姆做好的饭菜为什么不给主人吃 傻妈妈只是把眼前的富豪当作成了狗贩子 告诉他这些饭菜都是自己为女儿阴珠准备的生日夜 这更加的让富豪懵圈 他根本就不知道阴珠是谁 只觉得阴珠是一个该死的人 害他不能吃海带汤 此时的富豪也管不了那么多一心 只想立刻满足自己的味蕾 傻妈妈护住汤盆坚决不让富豪得逞 就这样二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结果可想而知 整盆的海带汤一不小心全部泼洒出去 让地球一饮而尽 女儿最爱喝的海带汤没了 傻妈妈气愤地抱起富豪的腿一口就咬了上去 富豪正脱束缚赶紧躲在管家的身后 看着眼前还在发飙的傻妈妈 富豪与管家这才发现这个保姆脑子有问题 催促同样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管家赶紧把疯癫的保姆送出去 富豪殊不知 这一送走 往后每个日夜想念的人只有傻妈妈一人 因为自从尝过傻妈妈饭菜那绝美的味道之后 他的脑海里 傻妈妈的身影已经挥之不去 就算是请来了全国最好的顶级厨师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出像傻妈妈那样绝美味道的饭子 所以无奈之下 富豪只好吩咐管家想尽一切办法 也得再次把傻妈妈接回来 傻妈妈的女儿英珠生日这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痛心的礼物 丈夫竟然为她送来了一张运检B钞 当然这张B钞并不是英珠的 这让英珠非常的伤心 整整与丈夫生活了十年作为她妻子的代价 偏偏要在自己生日这天来告诉自己这样残忍的事实 感到崩溃的英珠气愤地将手机摔了出去 然后坐地嗷嚎地痛哭起来 这时被富豪赶出来的傻妈妈也终于找到了这里 本来看见女儿高兴的她 但看到女儿在里面失声痛哭的母女 母女怜心地她瞬间感受到了女儿的悲伤跟着大哭起来 就因为妈妈是个傻子 女儿担心影响自己的形象竟然与傻妈妈一姐妹相称 女儿生日这天傻妈妈做了许多女儿喜欢吃的饭菜来为她庆生 可女儿看到妈妈的到来却是一脸的嫌弃 伸手就想把妈妈送来的饭菜全部倒掉 不会表达的傻妈妈只能立马紧紧抓住女儿的手祈求地看着她 傻妈妈想法很执着 她只希望女儿能吃一口自己为她精心准备的生日饭菜祝她生日快乐 为了尽快让傻妈妈离开 女儿一副勉为其难的只能答应下来吃一点 傻妈妈高兴不已 看着女儿一口一口地吃着自己做的饭菜她感到无比的满足 这就是傻妈妈最单纯的母爱 女儿随便应付了几口就急着要将傻妈妈赶紧送回去 她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一位富豪现在可正在对傻妈妈的饭菜朝思暮想却吃不上一口 傻妈妈满心失落地坐在回乡下的车上 这时她大哭了起来 因为她刚刚来的时候看见了女儿蹲在角落里失声痛哭的一米 她简单的内心知道女儿在这里过得一点都不好 然而身为母亲的她直到离开都没能问她为什么哭泣 而此时的英珠却是把没有吃完的饭菜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虽然她有那么一瞬间迟疑了一下 但最后为了她现在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生活 这些垃圾就像是她现在不幸的人生一样必须要扔掉 英珠是时装杂志年轻女主编 每天生活如战场 她有一个IQ200的天才女儿达星和法学院教书的老公秦少 在别人眼里她是完美的终结者 但实际上她是在农村的傻瓜妈妈手里长大 为了能从贫穷的家族这个地狱中挣脱而拼命努力 终于是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看似完美 现在的婚姻确实已经到了水深火热之中 丈夫秦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豪门之女便有意图的接近 可等结婚后才得知英珠是农村的出身 秦少的目标是法学院的教授 于是就背叛了英珠与法学院财团的女儿搞到了一起 来实现她成为教授的目标 秦少就是一个在人前为人师表 背地里却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花花公子 英珠为了现在女儿达兴的学业 本来三年都不想破坏婚姻 可自私的丈夫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离婚 丈夫如此不顾他人 更不顾及离婚给达兴所带来的影响 悲愤之中只好与秦少讲明条件 让他在三个月内不提离婚等女儿成功留学后 就答应他离婚 最后警告秦少千万不要把他在外面 有女人的事情让女儿知道 不然英珠扬言就算是死也要与他埋在一起 为了让秦少放心 然后满眼泪花地转身离去 他痛恨这个衣冠禽兽的臭男人 另一边回到乡下的傻妈妈 一如既往地犯着傻病 这天傻妈妈的弟弟大英 因为在外欠下债务无力偿还 法院到家里来进行财产清算 将所有值钱的东西贴上红标签 傻妈妈以为贴上这个标签后 小偷就不敢到家里来偷东西 于是就把弟弟藏起来 值钱的老古董全部拿了出来 让法院的执行人贴上红标签 傻妈妈却不知一旦贴上红标签 那么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他的 他却乐此不疲地让法院赶紧贴 等弟弟回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对傻妈妈的做法也是无奈至极有苦难言 等弟弟向姐姐解释这些人是来抢东西的后 傻妈妈这才反应过来 开始与弟弟一起发起台产保卫战 傻妈妈知道赤手空拳 无法与对面的人进行抗衡 于是他找到一个小锤锤晃动了几下 感觉不够力了 这时抬头一瞟 立马相中了一个具有杀伤力的狠武器 二话不说 抄起九十九斤重的狼头就冲了上去 本了他的小身板还没有狼头重 一个没站稳直接就向后倒了下去 头部撞在了石头上 等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 眼前已经竟是天旋地转 最终还是失去意识彻底倒在了地上 昏迷中的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可正在检查的时候 他又突然醒了过来 面对从来没有见过的环境 让他一时之间感到了无比的恐惧 随后他找到医生 极力地表示自己很健康 什么事都没有 恳求医生让他现在马上出院 医生看着眼前的病人 确实活蹦乱跳便答应了下来 别看他傻 他却是个很记仇的人 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了 白天那个清算他家财产的男人 于是他便有了一个天真大胆的想法 而与此同时傻妈妈的弟弟 已经与英珠在医院外争吵了起来 本来最近的生活上的不顺让他感到厌烦 现在又因为这个两个 他讨厌的亲人的事情 感到更加的折磨 对眼前这位不务正业败家子的哥哥 英珠真希望他能进到监狱好好地去生活 一辈子不要出来祸害人 而对那个以姐姐相称的傻妈妈 让英珠更加的痛恨 就因为有傻妈妈这个人从小到大的陪伴 让他同样像傻子一样 被人一直嘲笑到了20岁 他的世界就因为有这样的傻妈妈 他会变得这么的悲哀这么的丢人 他真希望那个说是他姐姐的傻妈妈 永远地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这时的大英感到确实是他拖累了英珠的人生 但最后他告诉英珠 让英珠可以抛弃他 但千万不要离开傻妈妈 英珠也就是对现在烦躁的生活 一种心理上的宣泄而已 当得知那个陪伴自己长大的傻妈妈 不见后他一下就慌了 急忙跑到马路上到处寻找 他非常担心不实路的傻妈妈 会发生意外真的永远离开他 想到这里他更加的焦急 好在傻妈妈一直跟着法院 那个男人索要被清算的财产 得知消息赶来的英珠 看见傻妈妈安然无恙后 这才放心下来 英珠让他赶紧打开链子出来 怎料傻妈妈不是不想按照英珠的去做 而是他已经不知道 把鑰匙丢到了什么地方 最后只能动用老虎钱 把傻妈妈给解救了出来 傻妈妈始终对现在的英珠来说 是一个累赘 无奈之下只好把他送进到了精神病院 傻妈妈看着眼前 一个个精神有异常的病院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 女儿这是要把他关在精神病院 虽然傻妈妈感到很恐惧 但不想给女儿带来麻烦 只能强颜欢笑表示很喜欢这 又想到女儿工作很忙 他让女儿赶紧离开 他不想让女儿看到 他不好的一面影响女儿的心情 等女儿离开后他才恐惧地蜷缩在角落里 然而英珠不仅有个无耻的丈夫 婆婆和小姑子更是高傲地不把英珠当然看 婆婆更是对英珠的娘家 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有个傻大姐 英珠为了女儿能够顺利留学 她现在并没有把要离婚的事说出来 晚上与闺蜜聊天时 她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痛苦 婆家人所作所为狠狠地伤害了英珠的内心 凭什么那么高傲去无视自己的一家人 想到白天把傻妈妈送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幕 就让她感到疼痛 她何尝不知傻妈妈多么希望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傻妈妈却考虑到她的感受竟然没有说出来 在想到那可恨的婆家人 她突然改变了心意 傻妈妈同样是我的家人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带回家跟自己一起生活 却要顾忌婆家的人 这天一直在寻找傻妈妈的富豪终于找到了英珠这 怎料平时聪明绝顶的富豪在这时 却不知道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愈 支支吾吾了半天 竟然说是来找傻妈妈要精神损失费的 英珠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 甩手就扔出了一张五万元的大钞让她不要找了 见钱眼开的管家急忙把钱接过来塞进到口袋 完全忘记钱来的目的 接着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富豪再次恨不得一拐杖同死眼前不争气的管家 把她的计划全部搞砸了 她实在太想在吃上傻妈妈做的饭子 傻妈妈一直没有等到女儿来看她 她这几天一直在绝食 医院只好喊来英珠 昏迷的傻妈妈嘴里一直念叨着女儿十几年前对她说过的话 只要梨花都开了 我的英珠就会来了 这时傻妈妈听到了英珠的呼叫立马睁开了双眼 傻妈妈看到英珠的到来立刻精神焕发 指着墙上的话说 梨花真的开了 我的英珠也真的回来了 英珠顺着傻妈妈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感到震惊 此时的英珠对自己把傻妈妈送进精神病院的行为感到了自责 她能体会得到傻妈妈心中那份对自己无尽的牵挂 不再有任何犹豫 既然傻妈妈是自己的家人就应该与自己住在一起 这本是傻妈妈梦寐以求的事情 现在反而选择留在这个让她感到恐惧的地方 原来傻妈妈担心去了女儿的家中因为自己什么的原因 女儿的婆家会不喜欢自己而让女儿难堪 此时的英珠已经不再考虑那可恶婆家人的感受 也放下了所谓的尊严 告诉傻妈妈不用担心跟自己回去吧 听到这样的回答傻妈妈终于高兴地向着三岁的孩子 后不及待地就开始收拾行李 看着傻妈妈开心的样子 英珠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英珠带着一姐妹相称的傻妈妈回到了家中 丈夫秦寿也正好在家中 被傻妈妈的突然到来吓得不轻 英珠本来与秦寿约定在女儿面前演戏 避免暴露要离婚的事情 在女儿没有去留学前一直都住在一起 可现在秦寿对傻妈妈的到来表现得极其不满 秦寿说出这样的话让英珠愤怒至极 当年要不是傻妈妈把乡下的果树地卖了供她读书 不然哪里还有现在她法大教授的职位 不去感谢傻妈妈不说现在却是对她恩将仇报 白眼狼的禽兽才不管那么多 只要有傻妈妈在她就绝不会回到这里来住 到了中午英珠的女儿达兴放学回家 突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竟然拿着刀子在家里 急忙拿出房狼喷雾警告眼前的傻大姐放下手中的武器 傻大姐这才放下手中的菜刀 向达兴解释自己是她的姨妈 可达兴从来没有听妈妈说过有这样傻里傻气的亲戚 傻大姐看着可爱的达兴忍不住就要上前进行拥抱 还不明情况的达兴本能的就对着傻大姐按下了房狼喷雾 傻大姐顿时被拉得睁不开眼睛上窜下条 闭着眼睛跑到洗手间用清水进行冲洗 达兴趁着这个时间向爸爸打去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有个姨妈 秦兽并不知道傻大姐就是阴珠的妈妈 所以她告诉达兴那个在家里傻里傻气的女人确实是她的姨妈 达兴接着询问爸爸为什么不在家里 秦兽这时却撒谎告诉达兴 爸爸其实也很想回家 但是因为她傻姨妈的存在爸爸以后再也不能回家了 不知道爸爸妈妈在闹离婚的答戏 把导致爸爸不能回家的责任全部怪在了妈妈的头上 随即就像在工作中的妈妈打去电话 责怪妈妈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带回来一个奇怪的阿姨 弄得爸爸连家都回不了 妈妈怎么可以这么的自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更是警告妈妈如果不把那奇怪的阿姨赶出去 那么她就离家出走 英珠知道女儿这样的态度肯定是禽兽从中作梗 对于这样的贱人英珠也不再手软 直接跑到法大门口找到她 拿着禽兽小女友之前寄来的运检逼钞 警告她如果再敢挑拨自己与女儿之间的关系 那么休怪自己来得于死网破 此话一出直接镇住了她 她也只好遵守之前约定的三个月之期乖乖听话 晚上傻大姐一直不见妹夫回家 她察觉到是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想让英珠为难提出要回到乡下居住的提议 英珠询问她是不是达兴对她说了什么 傻大姐急忙解释自己只是担心乡下的果树没人浇水而已 英珠怎能看不出傻大姐简单的心思 直言告诉她 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地在这里住着 这样经常偷拿嫂子漂亮衣服的小姑子 你们有多少人见过 每次趁嫂子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跑过来 拿出嫂子最近新买的衣服开始试穿 只要是好看和珅她绝对会心安理得的站为己有 可这次她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小姑子却不知嫂子的傻大姐善因此时正在家中 正在她拿着嫂子的衣服换来换去时 善因突然出现在了小姑子的身后把她吓得一跳 由于善因从来没有见过英珠的小姑子 直接把她当做成了小偷 二话不说就把小姑子安在床上 骑在她身上进行了狠狠的一顿教训 一个铁头工还把小姑子刚做的假鼻子给打完 就在善因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达兴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 叫了一声咕咕 这下善因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达兴看见傻姨妈闯祸了很是高兴 认为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把她从这个家赶出去了 立马向妈妈打去电话说姨妈在家里闯祸了 小姑子在医院对着英珠抱怨 她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傻里傻气的审大姐 日夜的低贱女 怀疑像她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生下一个天才般的女 要求让自己的儿子与达兴去做亲子鉴定 听到这样侮辱的言语 为了女儿一向在婆婆面前忍气吞声的英珠终于爆发 警告婆婆如果敢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任何伤害 那么这辈子会赖在她的身边做她一辈子的儿媳去罗媳怕 则她竟敢威胁自己的母亲 这样可恶的一家人英珠实在无法继续忍下去 抬手同样也给了丈夫一个大光 一个不够那就再来一下 然后告诉她不用等三个月了 明天就去离婚 与此同时 善英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给英珠带来了麻烦而自责不如 智商超高的达兴这时再次看到了赶走姨妈的机会 不停地在一边添油加醋说这个麻烦 给妈妈和爸爸在感情上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善英一时之间更加的自责不已 她让达兴给自己出出主意怎么样才能进行弥补 达兴让她赶紧回到乡下就可以了 为了不再拖累英珠 善英决定听从达兴的建议连夜就回到乡下 在临走前 善英满眼泪花地告诉达兴 等妈妈回来了一定要告诉她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她 傻里傻气的善英把英珠所有的不幸都怪在了自己的身上 就这样善英提着行李走在人生地不熟的马路上 唱着曾经与英珠一起唱的歌来进行撞的 这时还一直在寻找善英的富豪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看到了马路上行走善英的背影 但富豪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来 而是进行了一顿无情的嘲讽 国内女人的臀部为什么都是如出一辙大小不一 说着让管家开快一点去往英珠的家 回到家发现傻大姐已经离开的英珠顿时着急不已 在这偌大的城市 对于一个傻大姐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无法联系上傻大姐的英珠只能在大街上到处寻找 这时前来找善英的富豪正好碰见了英珠 得知那苦苦寻找的善英现在已经离家出走 为了喝上那魂牵绷绕的海带汤 富豪与管家也只好分头加入到了寻找善英的队伍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 富豪这才想起刚刚在来时嘲讽一个女人臀部的画面 那不正是善英吗 接着拿出计算机通过善英的身高和每分钟移动的速度 再加上已经过去的时间 对街道分布可能前行的方向 很快富豪就算出了善英此时所在的具体位置 我不其然 等富豪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还在行走的善英 富豪害羞地拉着善英回去 却被善英拒绝了 于是没办法的富豪只好强行拉着善英回去 牵翼富豪当街竟然调戏一个智障的傻女人 然而下一秒傻女人的做法 直接让富豪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富豪那种痛不欲生的痛苦 这时管家与英珠也赶到了这里 看着富豪那独特的站姿让管家很是疑惑 这又是在研究什么新花样 告诉管家赶快叫救护车 英珠并不关心此时的富豪到底是哪里裂开了 因为他看见了远处躲在角落里的善英 直径就走了过去 近日来在感情上发生的事再加上善英这么一闹 让本就痛苦的英珠再也无法控制 直接崩溃嗷嚎地大哭了起 看着宝贝女儿痛哭的模样 善英同样心里痛苦不已不停地向英珠道歉 英珠最终还是把善英带回了家 警告女儿达兴以后要对善英姨妈抱以分敬的态度 达兴理直气壮觉得是妈妈的不对 为什么之前要向他隐瞒还有个姨妈的事实 现在又要暴露出来 难道就是他的傻会给你丢脸了吗 不愧是天才般的达兴一眼就看出了事实的真相 英珠并没有否认而是直接地承认之前 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但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那样的想法 可达兴一直认为是傻姨妈的到来才赶走了爸爸 坚决不按妈妈说的去做 英珠也是拿这个天才女儿没有办法 身心疲惫的她让善英早点休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独自一人的善英眼中再次泛起了泪花 她一直在很努力地想要给宝贝女儿带来欢乐 却总是适得欺负 她恨自己怎么是个傻瓜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帮助到英珠 隔天英珠与无耻的丈夫终于是达成一致申请了离婚 丈夫把导致这段婚姻破灭的原因全部怪在了英珠的身上 看着男人高兴离开的背影 在心里骂她简直就不是人 怎料英珠的离婚协议书被善英无意间看到 难以置信地同时感到了崩溃 不久英珠再次发现善英突然又从家里消失不见了 正在她焦急不已之时 这才发现自己放在包包里面的离婚协议书不见了踪影 顿时明白消失的善英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果不其然善英得知英珠要离婚后就跑到了禽兽的家里 此时的禽兽正在家里与小女友开心挑选结婚用的婚纱 看见善英找上门顿时把她吓得不轻 因为她可是知道看起来傻乎乎的女人狠起来的恐怖 原来在当年她得知英珠不是豪门家的女儿后决定回婚 怀孕的女儿受到这样的伤害 于是傻妈妈带着一把菜刀和一根绳子 还有一包毒药让禽兽来选 本以为是来对付禽兽 结果傻妈妈是让禽兽选出来对付她自己的 如果不与英珠结婚 那么善英就死在她的面前 为了女儿能够成功结婚 傻妈妈毫不犹豫地就把一包毒药全部倒进了嘴 然而只要禽兽不开口答应与英珠完成婚礼 她就不接受医院的抢救 威胁禽兽死后化成厉鬼也要跟着她一辈 这谁受得了 禽兽只能在恐惧中接受了善英的威胁 答应与英珠结婚 直到今天英珠才从禽兽的口中得知了当年的事情 让英珠赶快以最快的速度来把门口的狠人带回去 她可不想重新上演当年那恐怖的事情 如果真的那样 她决定不会像当年那样心慈手润 因为现在她可是要与一位真正的豪门千金结婚 英珠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担心善英的她 家大油门朝着前夫的新家而去 为了挽救女儿的婚姻 傻妈妈直径就跑到女婿的家里跪在地上爽 可她却不知 女儿破灭的婚姻完全都是男方红杏出强嫌他们家穷所导致 傻妈妈这样自以为为女儿的行为 让女儿在前夫新女友的面前丢尽了脸面 无耻的前夫更是为了在财阀女友的面前献英情 再一次狠狠地伤害了英珠的心 表示像英珠这样拥有傻子血脉的家庭 怎么能生出那么天才的孩子 直接怀疑达兴是不是她的亲生骨肉扬言要去做亲子见点 这种无情的羞辱让英珠的脾气当场爆发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深爱的男人如今是这么的无耻 既然你这么急着想与我离婚另寻新欢 那么我就偏不如你所愿 决定明天就去取消离婚的申请 这辈子就算是死也要与她永远埋在一起去折磨的 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永远的秘密 英珠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极力隐藏的秘密竟然是被女儿揭开的 达兴为了让善英姨妈尽快回到乡下 这天把善英带到了富豪的家中为其做饭来赚钱救弟弟 因为善英的弟弟无力偿还欠款被关押了起来 现在只要把弟弟救出来 善英才能回到乡下 所以达兴就想到了这个赚钱的办法 终于能吃上饱饭的富豪高兴不已 当即就让管家与善英签下了一份高兴的工作协议 不过富豪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善英开具无犯罪证明和身体健康证明 于是为了开具那些富豪要求的证明 达兴带着善英来到民政局 然而就是这份从民政局带出来的资料让达兴疑惑不解 因为资料上显示善英与英珠两姐妹相差16岁 根据外公很早去世的时间算起 但达兴看来自己的妈妈根本不可能是姨妈的亲妹妹 善英被达兴问得很是紧张 连忙岔开话题跑到马路上拦下出租车准备回家 可达兴却是带着疑惑把资料拿到了爸爸的面前进行询问 还晓得达兴虽然没有看出真正的问题 可达兴爸一看资料当即就明白了事实的真相 但他并没有告诉达兴 而是随后向正在工作中的英珠打去了电话 他从资料上终于是得知了英珠竟然就是善英的亲生女 这让他喜出望外 他以此做威胁让英珠尽快与他离婚 不然就把他是傻子善英亲生女儿的事全部说出去 英珠在得知是女儿将家族资料交到前夫手中的时候 直接恐惧地瘫软在了椅子上 他绝不能让自己是傻妈妈女儿的真相被曝光出去 更不能让女儿知道这件事 好在回家后从女儿的表情上看出现在他并不知道真相 为了让无耻不择手段的前夫不说出真相去伤害到女儿 英珠只好选择妥协继续进行离婚申请的手续 只要等到三个月后达兴顺利出国留学就与他快刀斩乱麻离婚 可男人的财罚小女友采琳却并不打算让英珠好过 这么好的一个报复英珠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 他看到了前来公司等待妈妈下班的达兴 于是不怀好意地告诉达兴跟他讲一个关于他妈妈的故事 达兴难以置信傻姨妈竟然是自己的外婆 而且认为是自己的妈妈嫌弃傻子母亲才一直不敢相认 达兴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妈妈不是那样无情之人 于是站在马路对面打电话用生命来威胁妈妈说出真相 英珠心里很是担心不停向达兴靠近 达兴警告妈妈如果再敢靠近他就直接跑到车流之中 可英珠天真的以为只要不承认就是在保护达兴 于是并不承认善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样的回答彻底让达兴感到失望 他对眼前曾经呵护自己的妈妈感到了陌生 认为妈妈就是一个无情的大坏人并扬言不再做妈妈的女 说着转身朝着车流不息的马路中间走去 英珠被女儿这惊悚的一幕吓得直接心脏皱停晕了过去 正巧被达兴的朋友小帅看到 急忙上前连忙把英珠扶了起来 可达兴看到妈妈晕倒在地并没有多大的反应选择置之不理 英珠被紧急送往医院 一直爱慕英珠的学弟在和得知情况后亲自上阵进行抢救 曾经与英珠的过往不停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深深爱上了英珠 可正当他鼓起勇气向英珠求婚的时候发现被人截足先登 为了尊重所爱之人的选择他只好放弃 直到现在在和都没有向英珠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气 他绝不允许英珠就这样在自己面前离去 也许是上天看到了在和的一片痴情 在最后一刻终于是把英珠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可此时天才女儿并不知道刚刚差点就永远失去了妈妈 还在执着地生妈妈的气 他一直认为妈妈就是一个怕自分心受到伤害的大骗子 他把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怪在了妈妈身上 于是他跑到了爸爸这里要求以后要与他在一起生活 这让渣男前夫吓得不轻 达心却不知道 平时看上去对他疼爱有加的爸爸其实都是虚伪装出来的 渣男才不想去抚养一个没有财富继承的后代 现在他的心里全部都是财阀女友度中孩子的身影 只要孩子一出生 那么他将会在岳父面前挺直腰感不愁吃喝 还可以继承嘉义 但和这边对阴珠进行检查后得出了一个天大的噩耗 阴珠不只是受到了惊吓才晕倒 原来阴珠已经患上了心脏病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如果不及时进行移植 那么接下来的存活率还不到10% 如果只要再一次晕倒可能真的就永远醒不 这让一只爱慕阴珠的在和心里很不好受 到了这个时候 阴珠的身边竟然连一个值得信任的监护人都没有 导致今日阴珠悲惨的处境 他后悔当年最后放弃了对阴珠的追求 这时前夫来到医院不要以为他是好心来看望阴珠的 他来的目的就是让阴珠赶紧把女儿达心弄回去 不要妨碍他的豪门梦 怎料嚣张的前夫看见了曾经的情敌在和 上去就进行了一顿羞辱 忍无可忍的在和终于爆发 绝顶聪明的千一富豪竟然败倒在了一个智障女人十六群之下 彻底爱上了傻女人那简单烹饪食材的手艺不能自拔 由于善英是阴珠生母的真相被外孙女达心得知 身为傻子的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很苦恼不知该如何去帮助阴珠 便一直闷闷不乐地准备为富豪做最后一餐饭就回到乡下 得知这个消息富豪当即就慌了害怕善英走后会饿死 不料就在这时阴珠的渣男前夫竟然被现在的岳父带到了这里家 原来渣男前夫的岳父居然是富豪大叔的远房亲戚 富豪大叔一直都很不喜欢这个不务正业爱慕虚荣的亲戚 善英这时被吓傻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与女儿的渣男前夫见面 于是善英说什么都不愿意下厨做饭还准备立刻就离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富豪大叔才从善英的口中知道了英珠被前夫无情抛弃的事实 本来就对这个亲戚讨厌的大叔现在更是恼羞沉默 富豪大叔现在已经把善英看作成了自己不可缺少的家人 欺负善英的家人就是在欺负他 为了替善英出口恶气 直接给善英出了一个报复的狠毒招数 让善英等会在做饭的时候把整瓶的蟹药全部放进去 可这样的伤害却是群体攻击 富豪大叔为了让那些亲戚多吃一点好中毒更深 他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吃了钱 结果可想而知 用餐过后一群人都齐刷刷的顿时感觉肚中翻江倒海 刚被送出来的几人顿时菊花一锦 极力控制着汹涌而来的喷发之意 可等他们想返回开闸泄洪的时候发现大门已经被锁死 富豪此时却是在家里畅快淋漓 善英也对此向富豪表示了万分的感谢 而在门外的几人就不言而喻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痛 练得英珠并不知道傻妈妈替他跟渣男前夫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他现在很难接受自己的病气 怎么突然就心脏受损命悬一线了 可就算这样他也必须要马上找到女儿达兴向他道歉 他不能让达兴经历自己经历过的痛 而达兴的想法很简单 要想得到自己的原谅那么妈妈就必须去接受现实与生母相认 妈妈自私无情的做法让达兴嗤之以鼻 达兴认为自己要是像外婆那样的傻子 妈妈肯定也会毫不顾忌地把自己给抛弃 达兴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根本没有给英珠多做解释的机会 他也很想按照达兴的去做去喊善英妈妈 可突然从姐姐转变成妈妈的称呼会让英珠承受不了 这是一段痛苦的往事 他害怕心脏承受不了当场死在了达兴的面前 达兴可怜外婆的处境直径就跑到富豪家要认回这个外婆 可善英不予承认说什么都是英珠的姐姐 在达兴不断地劝说下 善英才说出了曾经那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告诉达兴 当年未婚先遇的他想找个好婆家 便把还只有十岁的英珠抛弃掉 要求英珠从此以后与自己一姐妹相称 善英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目的 是不想让达兴去恨英珠 可天才一样的达兴怎么看不出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后来外婆你并没有找到婆家 为什么还坚持选择与妈妈一姐妹相称 猜到外婆可能另有苦衷 表示自己现在是替妈妈来道歉的 并威胁她如果不与妈妈相认那么以后 都不会再去见妈妈 从来没见过这么悲惨的亲生母女 因为母亲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怕拖累了女儿的人生 三十年来与女儿以姐姐的身份而活着 女儿在误会中一直以为是妈妈抛弃了自己 才那样做狠事憎恨她 然而直到女儿因心脏病只剩三个月生命时 她终于醒悟了过来 是英珠女儿达兴的功劳 才让她决定放下所谓的尊严和执着 但却是一直没有勇气踏出与傻妈妈相认勇气的呢 不过这时富豪大叔的一番话 彻底让英珠认识到了错误 大叔在得知英珠只剩三个月生命后 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 她很有钱可以在市中心买几十栋豪华大别墅 可唯独买不来受命买不来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盼望与家人一起好好生活 但又有多少人能如愿以偿 在所剩不多的生命中 在不去追求与家人一起的幸福生活 难道一定要等到死亡的那一刻再去后悔莫及吗 大叔的一番话还不是揭开英珠心结的关键钥匙 却是那一直在明面上 是英珠妈妈其实是外婆的这里 找到了傻妈妈非要当姐姐的苦衷 傻妈妈能有什么心思 在她的心里与自己的女儿在一起 奉献自己的一生就是最大的幸福 可傻妈妈在十六岁那年生下了英珠 而英珠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 是外婆为了不让善英去拖累了聪明伶俐英珠的幸福 让善英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做英珠的母亲 直到此时英珠才知道 原来一切都是外婆教傻妈妈去做的 她此刻能体会得到 傻妈妈这些年不能以妈妈身份照顾 她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但傻妈妈却没有把那种痛苦表现出来 而是为了她甘愿成为姐姐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去憎恨那可怜的妈妈 看着这满园盛开的梨花 她回想起了与傻妈妈曾经在这里的过往 她依然记得她对傻妈妈曾经的沉默 梨花盛开的时候就是我回来看你的那一天 然而梨花开了又泄了都已经超过了十次 直到现在她才回到这个地方 心意已觉得英珠回到傻豪家 正好又看到了傻妈妈画得满墙盛开的梨花 再一次冲击了英珠的灵魂 英珠终于不再犹豫 冲上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傻妈妈与其相认 三十年来终于当着善英的面 喊出了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妈妈 我被这一幕感动得跟傻豪一样老泪纵横 隔天英珠决定尽最大的努力 也要为了母亲活下去 申请了等待心脏移植的手术 可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英珠已经在鬼门关外徘徊了 怎料善英突然头痛难耐晕倒在了家中 然而经过检查 竟然患上了脑癌 同样生命所剩无几 打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心脏移植会死掉后 她非常的自责 毫不顾忌自己的生死 希望医生将自己的心脏移植给女儿 医生告诉她必须要脑死亡的人 才有资格捐出心脏 身为傻瓜的她并不知道脑死亡是什么意思 她询问天才外孙女 才从外孙女这里得知脑死亡 就是大脑死了身体还活着的意思 心意已决必须要就女儿的傻妈妈 开始每天和不要来强化心脏 以此希望给一个健健康康的心脏 让女儿继续活着 并且还主动答应了富豪大叔的求婚 要求尽快完成婚礼后 到一个英珠找不到的地方度逆月 然后把心脏挖出来移植给英珠 大叔一听本来很高兴 当得知傻妈妈的目的后 直接拒绝了她的要求 大叔早已经深深爱上了傻妈妈 他绝不允许傻妈妈就这样死掉 傻妈妈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女儿死了 那么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他绝不能再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 每天在痛苦中等待死亡 大叔犹豫起来 一边是所爱之人 一边是救女心切的母亲 大叔虽有心不甘情不悦 但他很明白 就算把傻妈妈治好 他最后也会埋怨自己 这样自己的良心同样也会过不去 只能答应傻妈妈这荒唐而又伟大的绝点 为了让傻妈妈的离开 看起来不被英珠怀疑 大叔告诉他与傻妈妈举办婚礼后 就到博外去为他进行治疗脑肿 英珠很感谢 在这个时候 大叔仍然守护在妈妈的身边 他也从大叔的身上感受到了 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父爱 婚礼很快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举行 满眼的泪花表达着 彼此之间对这份感情的珍重 善音很感谢富豪一直没有嫌弃他时的傻瓜 他也很想感受着富豪的爱一起生活 但他今生只为英珠而佛 发誓来世一定会为富豪大叔而生 做他一辈子的新娘 最后他希望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 富豪能用笑脸送自己离开 现在的婚礼就是我们来世见面的约定 婚礼刚结束 富豪就带着善音急着出国度命运 本想着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 与善音好好地享受一下最后美好的时光 可刚到机场的他们便接到了一个噩耗 英珠病情再次加重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继续等下去了 这让他陷入到了痛苦的纠结之中 如果现在回去 那么刚结婚不到半天的新婚夫妇 就要面临生死离比 如果不回去善音绝对会憎恨他一辈子 富豪再三纠结之后 他告诉自己绝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 而去害了他人 最后忍着心中的剧痛 带着善音返回到了医院 在移植心脏前善音来见了女儿最后一面 祈求上天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 好好地活下去 善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女 虽然他从此永远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但他的心脏却是永远地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面 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地守护着疼爱的女儿 善音脑部血管已经整体破裂进入到了脑死亡的状态 在这一刻目睹心爱之人离去的富豪痛彻心扉崩溃的大哭泣 这时英珠的男友告诉英珠已经找到心脏可以进行手术 这让英珠高兴不已 认为终于可以好好活着弥补这些年对妈妈的亏钱 可就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 已经死去的傻妈妈虽然是被布盖了起来推进去 但傻妈妈一只露在外面的手还是被英珠看见了 立即就认出了那就是自己的妈妈 情绪瞬间失控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她宁愿就这样死去也不愿意妈妈为了她而死 英珠直接就哭晕了过去 被紧急推进手术室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 英珠的心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的这颗心脏堪比二十几岁年轻人的激动性呢 这是妈妈对自己的愧疼 发誓要带着妈妈的心脏按照妈妈的医院好好地佛下去 而傅豪每天对着墙上善音画下的梨花思念着呢 她把自己和善音也画在了墙上 以此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与善音永远地在一起 英珠带着女儿也住到了傅豪的家中 以女儿的身份要替妈妈好好去照顾这位情深意重的季妇 善音的遗憾埋在了乡下的梨花树下 英珠轻轻抚摸着妈妈的墓碑表示着思念之情 曾经在这片梨花树下 每当梨花盛开的时候 妈妈都会翘首以盼等待着她的龟 傻妈妈的母爱就是那么的纯真和简单 她就那么傻傻地忍受所有的痛苦甘愿为女儿付出了一生 也许这就是为母则刚的定义 这也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母爱 不妙